这是一个国际统集团 他们一个会儿四个人 经营住在台湾 这位西班牙籍的奥纳德 其实目前当地走路 他实际在意大利亚 犯怒起车做受诈骗案 算出经历后住在台湾 被害人是这样来给控制 奥纳德成立造车业载分公司 家族出租1,189台汽车 专门给第三者 不发的选择就3千万亿元 差不多台湾10亿 以大利亚设计委员去索列后 西班牙的警方透过国际行政组织 对于发布到国际统集领 台湾的移民宿 也向西班牙台湾办事处查证 赶紧他是国际行政组织 通报的对象 后来统地告案 医学险犯罗中台犯罪诉讯 要求他善计理警 奥纳德在国外 有涉犯重大犯罪之事实 得禁止入国的情形 依同法第36条第二项规定 得予以强制驱逐出国 或限令出国 为应顾及奥南在台 仍有未成年子女 以请及妥善安排照顾事宜 并将限令奥南 于一定期间内宁静 奥纳德在台湾 途蒙的期间 总共有开五经公司 他的家后因为有台湾的英旧基础观 所以奥南德日光一九年 逃过二千的名义来台湾 既定年 他才预复到诈骗案 后 早靠八百台的汽车 四个超过1400万亚元 日光一年奥南德 出席台湾的基础情 如今国外诈骗事件明确 他民宿要求他十天来 善计离境 若没对他 跟他经济的观出境 民視新闻总共度